我現在的 車子放假,不如游泳吧 不,你快要游泳了 還游泳,不要游泳吧 游泳好… 你不知道,游泳對寶寶好 不是,游泳的寶寶會浸倒 在你的肚子裡已經有很多胎水 不要游泳吧 欠甚麼?欠反正還是游泳 混合在一起做 游著車子游泳 你自己去吧 游著車子游泳,真的有得做 對,可以考慮 不過我無所謂 如果要做水上運動、游泳也好 或者沙灘也好 我沒有覺得一定要開車 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我甚麼都可以 我覺得自己開車當然有很多 我想說我兩個小朋友 我帶你出去沙灘 你知道我的工具有多少東西嗎 我可能好像搬家一樣 我想說兩大堆東西 這樣抽絕也有 你的工具裡包括玩泥沙 有,還有帳篷 還有箭 還有幾條毛巾 還有食物 還有水 還有浮板 還有舊新衣 你聽說有很多東西,對吧 因為你帶著兩個小朋友 其實我不認同 因為我覺得如果去沙灘玩游泳 我覺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比較好 怎樣好 因為你游完水 你身上身,有時不會很乾淨 你先不會弄髒一輛車 首先,自己駕駛 第二,去沙灘游泳 我覺得車位很難找到 這是真的… 真的很難找到車位 所以永遠都會看到爸爸在兜 媽媽是小朋友 對,所以我不支持我 所以我們下午玩九個節後 爸爸就會來了 K要找我的標準位置 可以跟我們一起 但我覺得自己一個人 甚麼都可以 如果你有大、有小 車位會方便很多 你會把東西放進去 你回去一次過拿出來清洗 因為我沒有大、沒有小 你有自知之明 原來我的車也不怕髒 所以我真的沒所謂 但接下來的這位嘉賓 他說車對他來說很重要 因為他練習 就是靠車載到處走 我們這時候有請今天的嘉賓 前香港奧運游泳代表 Elaine陳雨寧 你好,歡迎Elaine… 其實我們請你上來 當然是因為知道你懂得開車 亦是我們適合奧運的時間 你除了真的懂得開車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銜頭 我也知道,我有看你 我,你說著說 搶答題 最漂亮的慈其手 奧運慈其手 對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慈其手 有個專業的名稱 是叫弗棋仔手 弗棋仔手? 有甚麼分別 慈其手有一個帖子 是拿著一個很大的香港人 對… 那弗棋仔手是… 後面跟著走出來的… 的運動員 沒錯 每個國家地區的人 都會有一個慈其手 拿著自己的區旗或國旗走出來 後面有整堆參加奧運的團體 包括運動員、領隊、教練 一起進行 當時我們在香港隊 每人都派了兩支區旗 我們就弗棋仔 跟觀眾說出來了 剛巧CCTV捕捉了我的畫面 就當了一個大頭 很榮幸的一件事 可以在這麼大的… 大家所認識 在開幕上被人拍到 所以他要澄清那個位置 我不是最漂亮的慈其手 我是最漂亮的弗棋仔手 因為慈其手真的有這個姿勢 對,你們都錯了 剛才介紹你時也有說過 車對你來說是重要的 陪伴你練習 其實那個關係是哪裡 對,所以不知道 因為大男人也請 我先問一下你多少歲考車牌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是17歲考車牌 也很早 因為當時我17歲就考了獎學金 去了美國直入他們的大學 但為何那麼早就要去學車 因為當時每個人都會說 夏天休息、夏天休息 我們就會開車去旅行 去穿州過散 要開18至20小時 一個人開會死 對 要分幾個人一起輪著開 說不定是課分 對 我還未聽到關於游泳 沒有關於游泳 那時是否已經在游泳 那時已經… 其實是的 因為我們在早上練習 早上、下午 而且我在練習的期間 我也是在讀書 在讀書時自然有書包 游泳本身的年級 最基本的就是 我們有蛙像、蛙鞋、穿布 還有浮板 榮鷹帽、毛巾、泳衣 一定是必備 很多時候,我早上出門 其實我已經要預備 那天早上訓練的東西 有機會我當天做體能的運動山 球鞋、上學的用品 所以在學生階段 我當然沒有車牌 沒有車的時候怎麼辦 可能就是自己要背著很多東西 到處去不同的地方 但有了一輛車之後 其實有幫到你這件事嗎 我們早上… 因為當我駕駛時 我會繼續游早睡 早上,其實我要5時去拿車 拿車那一刻 一開車門,我會先蓋自己兩把 因為要確定我要醒來 你醒來嗎 對 如果你是坐的士 其實你還可以在車上睡一會 但如果你駕駛 你真的要很精神地駕駛 所以當時… 其實我駕駛得很慢 駕駛得很慢 駕駛得很慢 對,真的不要這麼快 因為太快,你又怕危險 對 現在駕駛也會做人很慢嗎 現在駕駛有點猙瀉 我自己覺得 因為大了… 猙瀉瀉 形容得很好笑 之後你自己駕駛駛水 坦白說,你去駛駛泳池的水味 其實很厲害 我想問你的車 當時你操作時,整輛車都是那些… 是瀉瀉的味道 是綠水的味道 覺得很厲害 當時我自己不覺得 不過有些朋友告訴我 他們問為何你的車那麼大 是瀉瀉的味道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練完水 我未必會立即洗澡 因為可能我在一個地方練完水 然後我要駕駛到另一個地方 做一些體能 中間不會說我洗澡後 再出汗,再洗澡 其實我一天已經洗澡 我想大概有三次涼 所以很多時候 車子會圍留著我身上的 Coreen的味道 那種泳池味 對,泳池味 我很治癒很消毒 有這種味道比臭味 你上車如果很復促、很臭 不如你嗅這些泳池味 你不覺得再精神爽理一點嗎 如果我不認識你 可能我上車子嗅到 我會以為是那些… 是香薰出了泳池味 因為現在很流行 不知道有甚麼 做一些很奇怪的香薰味 可能我會以為是這樣的 所以會是治癒,對吧 治癒,我覺得很乾淨、很潔淨 如果聞到你的感覺 燒了毒,燒了毒的車 一定燒了毒,一定沒有細菌 其實如果是那種味道就很久 但其實Coreen的味道 是吹了很久的Coreen的味道 你想想浮板放在車上 吹了一整晚 是有一種鹹魚的味道 我聽到那種是泳池水味 但放了很久的泳池水味 即是毛巾吹了很久的臭毛巾 類似的 對嗎?會變成這樣嗎 會變成這樣 但當時你暈倒你的臉 你不覺得自己? 我不是很覺得 但我的朋友說完之後 我唯有在內籠洗車的時候 就把它擦起來 擦得乾淨一點 我想問你游泳的時候 你會否放很多雙鞋在車上開車 游泳人,以我所知 應該會穿拖鞋 人字拖 應該說其實去哪裡都會穿人字拖 除非要做體能的時候 換上雙球鞋 對,換上雙球鞋 但你有沒有聽過 其實不能穿拖鞋開車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都市傳說 我一直都被人告訴我是不可以的 但你仍然有 對…我是斜腳鞋開車的 斜腳可以嗎 好像如果你發生意外 而有證據、引證到 是因為你穿拖鞋 或者不穿鞋 令你控制油門或鞋子不好 引致這個意外 就可能會控告你不小心駕駛 或者危險駕駛 所以也可以穿 但真的要很小心 有甚麼特別的技巧 對 踢著拖鞋,你有那麼多經驗 我們最常的情況就是 人字拖有時候會這樣掉出來 其實這些位置 它一卡住了鞋子,真的很危險 因為會掉出來 你穿著拖鞋子,腳會這樣移到後 有時候可能鞋子還會留在鞋子上 但其實你的腳已經不在 即是要赤腳 對 所以要赤腳 我也記得Elaine說的就是要赤腳 那就比較安全 赤腳踩的東西不會很奇怪嗎 其實我赤腳駕駛這件事 也是十多年前會發生 所以現在應該是大家戴著鞋子 有這麼多車力 有甚麼搞笑事可以說嗎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有個同學買了一輛新車 他收車的那一晚 他就告訴我 Elaine,你有空嗎 我們出來試試新車 於是去了湖邊 大家坐下來,研究一下他的車 然後他突然打開車尾箱 他就說,你看看車尾箱 有多大箱,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然後突然有警車的聲響 然後我們就看著他 說甚麼 就有一輛警車駕駛來 其實那時我想已經是12時多 突然過來檢查身分證 很奇怪,像美國一樣 然後有個警察下車 他的手也放在那裡 他就好像拿著槍 即是長時間準備還是要拋槍 他就問我 說你這麼晚在湖邊 又開車尾箱,發生甚麼事 甚麼…我可以交易嗎 有甚麼事,不過了 他以為你做甚麼 不見得到你的事 發生甚麼事 他問你是否打算棄屍 在車尾箱裡拿東西出來 丟進去… 丟進去 我們就說,不,你看看這輛新車 裡面甚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航圈了幾句 我朋友跟他走到一旁 說了有幾句 後來他抄了我們的牌照 然後就… 放走了你們 放走了我們 意思是抄牌,不是那些抄牌 而是問我們的想法 笑話一通 他很有想像力 反而往事那邊很普通 其實我覺得是普通的 尤其是我們讀書的周 大家比較容易有槍械的使用 對,也有很多犯罪事件 也有很多人在那個壺的戲師 所以那個壺隔壁都捕了警察 現在有甚麼車過來的時候 就是檢查一下 是一部恐怖電影的開始 即是街上突然有些人不見了 然後警察在那個壺盤裡 當然,他本來想曬命給你看 但現在再曬幾個 再給幾個警察看見他 看見他多漂亮、多威風 這件事還可以的,比較樂觀 對,但我回想起 其實這件事也挺有趣 好像在電影情節才能看到 對 但現實生活在美國 真的會這樣發生 這件事真是挺有趣的事 對 你在香港有否像這麼好笑的事件 發生在香港 有一次,當時我駕駛自己的車 那位教練突然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們國家最有任務給你 是真的嗎?是真的這樣嗎 X4明白的意思 打電話給你 是誰 對,他說我們有個國家隊的朋友 他接下來會訪問 他有一天… 真是個個級任務 真的嗎 真的 他說不如你看看星期間 有時間了,我們一起去西貢吃海鮮 他說不如你一起載上去 然後我說好,沒問題 星期間練完水就一起去 我記得當天我在尖沙咀莫間酒店 他和他的小朋友 因為他是一個國家級出名的 金牌選手運動員 但他退役了,他也生了小朋友 亦都是… 難猜嗎… 對 當年他事業有成 因為他自己做了一個很大型的事業 我們就檢查他 在尖沙咀莫間酒店 到差不多上彩虹時 我突然發現為何沒有冷氣 然後我說好像是雪種有問題 不知道雪種有甚麼事 無論如何都開不了冷氣 是開得有風 但冷氣是不冷的 風是熱的 對,是熱的 後來到了入西貢那段路 就麻煩了 因為失赤 是 當時是夏天的時候 很可憐 因為在西貢假期 很多人進去玩水 對,是週末、夏天 然後又失赤 後來在整段路上 感覺到他們不耐煩 本來開始聊天聊得很開心 突然就突然靜光了 真的嗎 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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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尷尬,很尷尬 靜小朋友更加不耐煩 不斷說為何這麼熱 開窗也很熱 媽媽,我很熱 跟他媽媽說 他媽媽亦很無奈 很無奈 真可憐 我們堅持著… 我們快到了 我們過了遊艇會 我們就上路了 有風進來,他沒那麼辛苦 對,我們終於到達了吃海鮮的地方 貴賓出熱航,出冷航 對 最後你沒事吧?挺好 對,沒事的 然後還在當人動役 六十多年前 其實開車的經驗也非常勞到 也不是很勞到 因為到最後,我臨退役前 我撞了一次很嚴重的車禍 就是因為你沒有穿鞋子 幸好…不是,不幸運也不是 對,有一次我爸爸 就要車到機場 我們就在農場道 一直向機場方向 農場道是兩邊行車 那天又下雨,突然很大雨 對面的車輪一撞過來時 他就撞起了那邊的水 飛去我的擋風玻璃 我當時的視線很模糊 我慢慢駕駛了車 駕駛的時候 後面的貨車就撞到我的臀部 把我的車推前了二、三十米 那你前面有車嗎 幸好前面沒有車 對,因為你看到那條滑痕 也知道後面的車速很快 最後判了後面的車 不小心駕駛 所以我的車雖然變成全 但我們也有全部的賠償 即是整個車失敗了 整個車失敗了嗎 對… 但當下你有甚麼感覺 想知道被後面的貨車撞過來時 其實我自己很害怕 因為我被人的水射在我的擋風玻璃 我自己也很害怕 因為整個視線是看不到的 但我在高速走快線 所以我的本能是我慢了 但其實當時我男朋友 即是現在的先生 我也在場的 他說其實你不應該收慢 對,你應該繼續走 但看不到前面 但在農場上我轉彎 如果我看不到前面時 我直走… 對,我便這樣反彎 所以我想沒有一個正確的做法 可能打定死火燈嗎 其實已經打了 打了,也看不到 剛才是否在電光火石之間 一、兩、兩… 可能後面的貨車開得太快 因為它是最快的那條線 對 人家猜不到 可能突然收了油 但通了二、三十日 也有些時間 那幾秒是你怎樣 你的車有否撞到石膊 也沒有,幸好 幸好那裡還未到彎 其實差一點便到彎 我看到我的車 被人推前後 其實有點向這邊 當時的車應該在我的右邊 一直撞過去 當時的心情很害怕 因為很大力地撞了一下 所以後面的肌肉有損傷 但不需要去醫院 或是要看物理治療 但不需要去醫院 但也很影響你的運動生涯 其實當時,因為正值是2009年 我早已計劃 在2009年我游完的東亞運動會 我都會退役 所以當時整理了一輛車 那輛車買回來 其實也是為了方便練習 好像這件事也為了一輛車 或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緣分的,好像原來的句號 你喜歡這個感覺 交通意外,然後可以密化 然後作為一個這麼好的意義 我覺得你也很厲害 坦白說,這幾年 在香港我沒有再開車 因為我自己有小朋友 我覺得很大責任,我也很兇 人們會說入洪水很麻煩 尤其是在外國駕駛車回來 他們會覺得不知如何駕駛 無法進入以前的洪水 現在有很多 但我從來都沒有這個問題 跟別人鬥,看看誰會撞 我會有這種心態 當年… 但我覺得你游泳的速度 會否跟你駕駛車 對比速度跟別人有些不差 是一定有的 會否有 對,你游泳的速度計算駕駛 如果車是80度 不知道,因為我們在想 他們覺得快和慢的 跟大家的概念有些差別 對…因為我剛學習車時 我的朋友說 我們上高速時不能比40度慢 為何你還要駕駛40度 然後我就說 是嗎?我真的駕駛得很慢嗎 他說其實你是否因為游泳 所以你對於速度的概念 跟正常人不一樣 因為你游多快也好 其實游泳也是很慢的 相比起駕駛車 所以我就說,對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如果我是單車損失 或是一個短跑的損失 我可能有一個比較好的速度概念 所以是有很大的差別 說到底,游泳始終是你的專業 作為前輩、作為大師姐 有甚麼說話 今年跟我們奧運的游泳選手 打打氣 跟他們說兩句支持的話 享受過程,爭取好成績 但要記住,無論你將來做甚麼 其實我去奧運這件事 一定不會令你後悔 我相信兩屆的經驗 對你來說很重要 是 希望他們有好成績 對,今天也感謝Elaine 來到我們的節目 分享給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Elaine 大家記得有甚麼想跟我們分享 就是通訊號電話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